教练他为什么不教班晓松啊 晓松 你才刚结束啊 你们换完了 那你们先走吧 没事吧 没事 那行 我们先走了 鹏哥 菊瓜汉堡想不想吃啊 菊瓜 里面还有人呢 菊 怎么跟我不让赔钱呢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不能进来啊 里面还有人呢 怎么连人没接电话呀 来 开门了 帮我出去 损坏公务 可是要赔钱的 最近到底怎么了 你不说清楚 是不会开门的 这半年没动静 开始了 吴头 你是不是要去美国打棒球了 谁告诉你了 你人在会所 秦珊珊跟你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就想一声不吭就跑去美国吗 球队对你来的 就那么不重要吗 所以 这几天你的讯会就还在上机 不然呢 那我还能用什么呀 站在球队下 我当然不想去美国了 我知道 你去美国会更好的发展 但是你也不能什么都不说 对不起 我之前没有告诉你们 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决定好 那你现在呢 决定好了吗 你要走吗 白晓松 你知道为什么 我当初我会加入棒球队吗 是因为你一直缠着我 要求我加入棒球队 把我烦死了 所以我才会加入棒球队的 还不算 你自己也喜欢打棒球 小关 跟把棒球的梦想 是两回事 我最开始打棒球 是因为他的棒球服务好看 觉得打棒球特别帅 是因为我妈妈 现在呢 我留在月亮的地方打棒球 是为了实现球队的冠军吗 但棒球本身对于我而言 没有那么重要 你懂吗 我怎么不懂啊 我确实也犹豫过 一方面 是因为棒球 我 另一方面 是因为我妈妈 我爸跟我妈离婚之后 我妈就去了美国 我爸一直不允许我去看他 所以我才想借这个机会 去看一看他 我 原来是这样啊 但我也知道 球队已经进入了半决赛 我不可能这个时候 丢下球队不管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跟邪叔叔回复 那你 昨天晚上 我已经想通了 我不会跟邪叔叔 进美国发展 真的吗 那你妈妈呢 这也是她的意思 武童 听到你被人赏识 我真的很为你高兴 但我还是建议你留下来 你的球队 我能感觉到 你很在乎他们 现在你该做的 就是跟着球队一起 打完联赛 在这之后 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妈妈 那你不去美国啊 从来就给 答应过要去好吗 但是去美国 也会有更好的发展 真的 都说了不去了 你就不要再瞎想了 我更喜欢在 玉亮岛打方球 所以在打完联赛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那 打完联赛是后了 什么 不是 没什么 你可不论反悔啊 我听我的话 我只是说 没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不是会很想要 你erson 我只是说 我说 你我不是